NFL国家美式足球联盟记号赛正在进行中 不过美国这几天因为暴风雪下个不停 让水牛城比尔队的主场完全被大雪覆盖了 比赛还因此被迫延期一天 不过球迷们他们自动自发去球场帮忙铲雪 想要赶快让球场的场地可以恢复原状 另外在比赛中还因为观众席的积雪太多 出现了球迷在位置上抛雪庆祝的画面 一片白萌萌大雪狂吹 这不是什么冰原风景而是NFL 美国水牛城比尔队的主场海马克体育场 或是球场整片被白水淹没 场边的观众席也全变成白茫茫一片 水牛城连日的暴风雪让NFL季后赛因此延期一天 拿起铲子挖呀挖为了让比赛顺利回归 比尔队的球迷们自动自发 用行动支持球队到球场铲雪 你说累不累 瞧瞧这位大哥就知道了 落着上升跳上苏盛带当紧人体推雪机 这位大哥的热血与激情我想应该是不累不累不累 而经过球迷还有工作人员连夜赶工 终于在白雪中露出了球场的绿油油 水牛城比尔与披茲堡刚人的季后赛总算如愿进行 不过场边也因为大雪出现了一些奇特场景 想坐个位置多困难 得要自己肉身开出一条雪路才行 或者在比赛中比尔队一得分 主场球迷就抛起身边的雪庆祝 什么抛彩带 人家水牛城都是抛雪球来着的啦 球迷雪中作乐挺到底 也让比尔队当家四分位就感兴 华视新闻讲坊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